各位老师大家好 今天要向大家介绍的是 12年国民基本教育新课纲技术型高中动力机械群的课程纲要内容 本次将从新课纲改了什么 校定课程怎么做 推动新课纲相关配套措施 以及与一般科目的关联等四个面向 协助大家对技术型高中动力机械群课纲有概略性的认识和了解 第一部分,我们先介绍12年国教新课纲改变了什么内容 12年国民基本教育自103学年度起实施 总纲易于103年11月公布 技术型高级中等学校群课课程纲要 则在107年12月底发布 并于108学年度正式实施 其能顺利推动新课纲 落实课程研修理念与课程目标 本次课程研修特色为强化学生的基础专业技能 动力机械群课程设计 以对应职场需求之能力 新增技能领域课程 以培育不同科别学生的职场就业能力 此外,为建构学生的基础素养 新课纲配合专业知识 融入职业安全及卫生 职业伦理与道德 环保及劳动法令之内容 并在学习表现中增加核心素养之系统思考 创新应用 美感鉴赏 沟通协调 团队合作 及问题解决能力等 以含育学生社会责任及公民素养 并为未来发展做准备 从99课纲到12年国教新课纲 可发现务实致用的专业技能 仍然为重要目标 更进一步强调核心素养 在教育目标的基础价值 因此动力机械群赫钢 一依循这样的理念 进行提钢切领的规划 新课纲规划理念 在内容及架构部分做了调整 包括一般科目 国因数可以适性分组 固定专业与实习课程加以修订 令新增技能领域 在校定课程方面 降低开班人数 引导开设跨班 跨科 跨群选修课程 增加弹性学习时间 丰富学生在专业能力 及核心素养的培养 布定课程与校定课程 再加上弹性学习时间和团体活动 形成本次新课纲制技高课程架构 其中 在布定群实习科目里 增加了科通用的技能领域 动力机械群 群共同课程包含群共同专业科目12学分 及群共同实习科目22学分 全部合计34学分 技高新课纲布定课程中 新增了技能领域的规划 而技能领域的形成 细把动力机械群里属性相近之科别 截取共同基础技能所形成技能科目之组合 借由技能领域里的共同课程 培育学生跨科别之共同基础技术能力 为了培养学生跨科之共同技术能力 动力机械群共安排四大技能领域 包括车辆、机器脚踏车、液气压及动力机械技能领域 各科别可对应到适当的技能领域 把动力机械六个科别和技能领域化成对照表 每个科别都会对应到二至三项技能领域 以符合该科制未来这场需求 例如汽车科会对应到车辆和机器脚踏车这两个技能领域 新科纲相对于九九科纲 除了配合产业技术发展 对固定专业及实习科目进行检视调整外 更进一步规划新增了技能领域 每个技能领域都有二至三个科目的课程规划 例如车辆技能领域包括了车辆空调检修实习 车辆底盘检修实习 及车身电气系统综合检修实习 共11学分 在全共同专业科目中 应用力学、机械原理的两个科目 在单元主题及学习内容上有所调整 引擎原理此科目 则为九九课纲的引擎原理 与实习正门科目区分出来的 此页可以看到各科目单元主题 及内容上新增、保留或删除的部分 在群共同专业科目中 新增了底盘原理和基本电学 底盘原理的学习 着重在了解各式运输载具底盘系统 及底盘零件运作原理并加以应用 基本电学的学习 则着重在了解电学的基本原理及特性 进行电路规划设计 并能分析及应用解决实物问题 在群共同实习科目中 机械工作法及实习的学习内容 新增了七项学习内容 删除了九项单元主题 原本的机电视图 电视实习 在新增加技能领域部分 车辆技能领域包含三个科目 车辆空调检修实习 车辆底盘检修实习 车身电气系统综合检修实习 共计十一学分 机器脚踏车技能领域包含两个科目 机器脚踏车基础实习 机器脚踏车检修实习 共计六学分 液气压技能领域包含两个科目 液气压基础实习 液气压检修实习 共计六学分 动力机械技能领域包含两个科目 动力机械操作实习 动力机械引擎实习 共计六学分 以下为动力机械群各科的必修专业 及实习科目和学分数表 就汽车科的课程规划 在技能领域部分 规划有车辆和机器脚踏车两个技能领域 布定专业和实习科目 总计五十一学分 轨道车辆科的课程规划 在技能领域部分 则是规划车辆和液气压两个技能领域 布定专业和实习科目 总计五十一学分 重机科的课程规划 在技能领域部分 则是规划液气压和动力机械两个技能领域 布定专业和实习科目 总计四十六学分 动力机械科的课程规划 在技能领域部分 同样是规划液气压和动力机械两个技能领域 布定专专专专专专业和实习科目 总计四十六学分 农业机械科的课程规划 在技能领域部分 一 国教院审计划液 二 中央主管机关编定版 如国教署请相关全科中心编审之教材 三 讲足出版业者编辑审定版 集四 经学校课发会审查 必决议通过后使用的学校自编自选教材 新课纲翻转过去 以教师为主题的课程设计 强调教育应以学生为主题思维 核心素养成为课程发展的主轴 为了让学生适应现在的生活 面对未来的挑战 所以在课程教学上 要重视知识的运用 能力的增进 与学习态度的养成 核心素养分为三面九项 三面指的是自主行动 沟通互动 及社会参与 九项就是指三个面向下 所产生的具体内涵 为了让学生成为终身学习者 因此强调情境的实际运用 以及跨领域与科技的整合 并在生活中实践 以培养学生成为以人为本的终身 学习者为目标 透过素养导向的教学活动及课程 可务实提升学生的竞争力 技高学生之学习 一般科目 同谱高及重高对应领钢核心素养 及学习能力 而专业及实习科目 则同时对应群核心素养 和科专业能力 技术型高中学生的专业能力 需延伸到核心素养的实践 决定来说 应用知识及技术 把车子修好就是有专业能力的表现 如何把客户的车子 当作自己的车子善待它 跟车主有两好互动 让车主对服务感到满意 则是具有核心素养的专业表现 在十二年国教新科纲中 动力机械群规划的群核心素养 共有七项 各校之动力机械群科 依参照群核心素养 科教育目标 专业属性 与职场发展趋势等 研地科专业能力 并进一步规划校电课程 在十二年国教新科纲中 各科目都有清楚名列学习表现 主题、学习内容 举应用力学为例 学生在学完应用力学后 会有四项的学习表现 而上课所需要的学习素材 即是主题及学习内容 第二部分 校定课程怎么做 动力机械群各科可依据学校特色 职场需求及学生生涯发展等 以其专业属性及职场发展趋势 研定各科的专业能力 于校定科目 约64至80学分 内发展以学生跨班自由选修之校定课程 并形塑各校科之差异特色 在课程发展时 不定课程是以国内产业人才需求加以规划 校定课程则是依据学校愿景 学生图像及在地产业人才需求 加以订定科教育目标 及规划校定课程 并透过课程实施 培育产业专业人才 以下说明新课纲校定课程的规划步骤 我们先以学校周边产业人力需求及职场进入为基础 进而确定科教育目标 并建立科专业能力 依此规划校定课目 规划流程便经由这四个步骤 最后一个步骤是完成课程地图 学校在规划校定课程时 同时需规划所要办理的选举课程模式 包括同科单班 同科跨班 同群跨科 同校跨群 以及跨校选修五种 学生肯进行跨班选修 选修后 每班最低人数为12人 为了让校定课程规划能循序进行 我们利用科教育目标 科专业能力 及学生图像对照表来进行规划 首先 以学校周边产业之地图为基础 汇集出对应在地产业需求之行职业别 或参照主基础 毕业生就业流向等资料 进行人力需求分析 这张图是学校邻近产业聚落图 说明以学校周边产业之地图为基础 汇集出对应本科在地产业需求之行职业别 以汽车科为例 学校周边有汽车服务场 及商用货车的服务场 会有服务接待 维修 销售 等产业人力需求 经过产业人力分析后 以此为基础 结合各校各科之现况 特色及发展规划 发展出科教育目标 与科专业能力 因此 各科会因学校周边之产业 与科之特色发展 而发展出不同的教育目标 与专业能力 最后再与学生图像加以对应 我们可以发展多个科教育目标 及专业能力 而一个科教育目标 则可对应多个科专业能力 在规划时 便要考量学生基础能力的建构 选修课程的专业分流 及跨域能力的设计 基础能力如同新车的标准配备 而专业分流或跨域能力 则如同新车的选配概念 科专业能力 以展现该科之特色及专业发展 并包括知识、能力及态度 接着 再将每一个科专业能力 一一与学生图像进行双向对应 对应的黑点 代表该专业能力 与学生图像是高度对应 空心点则是低度对应 以汽车科为例 科教育目标、科专业能力 及学生图像的对照表中 科教育目标第一项 即对应科专业能力的第一、二项基础能力 并可高对应到四项学生图像 而科教育目标的第二至四项 则对应到科专业能力的第三、四、五项 呈现专业分流的规划 科教育目标的第五项 是与科专业能力第六项相对照 主要是职业道德 及继续进修的态度面向 科教育目标与科专业能力的发展 需要请学校召开群课程研究会 及科教学研究会 其中 科教学研究会的主要成员 为科专业科目教师 亦可邀请一班科目 及其他群科教师共同讨论 游科专业能力发展出专业科目及实习科目 在游科专业能力及科目的对应 便可构成基础能力的科目 包括布定科目和校定科目 而分流或跨域能力的科目 就形成适性洋才的校定跨班选修科目 我们利用专业科目 实习科目及科专业能力对照表 进行校定科目的规划 这张表格上面一列是科专业能力 左边则是科目的规划 学校在科目规划后 便能和科专业能力一一对应 规划校定科目时 首先可盘点99科纲的科目 以及新科纲布定必修科目 再将各科目和科专业能力加以对应 必考量科特色课程 及对应科专业能力所需增加的科目 当发现科目无法对应到科专业能力 于科教学研究会时 即可加以讨论该科目是否删除 或单元内容加以调整 在对应科专业能力及科目打点时 请务必召开科教学研究会讨论 实习员打点代表高度对应 表示该科目中有章节名列 空心员代表低度对应 表示科目中虽没有章节名列 教师与授课人会提及 若无对应则留空白 开设选修课程是为了不同能力的孩子 能自己选择适合自己的专长科目 也就是适性洋才 依总纲规范 学校开设之选修总学分数 应答学生应休息选修学分数之1.2至1.5倍 以汽车科为例 专业科目、实习科目及科专业能力对照表中 可看到应用力学 与第1、6项科专业能力是低对应 但是在第4、5项是高对应 表示产业机械和车辆新式装备的知识 是紧密连接的 科目与科专业能力表完成后 才能画出科课程地图 科课程地图可呈现所有老师们 才要培养孩子们的专业能力 而每一个专业能力要修什么科目 就可以让家长及学生清清楚楚看到 也同时让学生知道 选修课能选择适合自己的课 所谓课程地图 是将学校本位课程图示化 以呈现课程与课程目标的关系 让学生方便掌握各学期的课程选收资讯 并了解各类课程及各个科目 与哪些能力有关 以及与哪些生涯或职涯发展有关 课程地图未有知识格式之规定 只要能清楚呈现说明即可 以汽车科为例的课程地图 我们可以看出教育目标 如何透过课程来达成各科目 与专业能力之关联 其中因为版面的关系 不定科目则以一般科目 专业科目及实习科目的文字替代 第三部分介绍 国教署推动新课纲相关配套措施 为使新课纲实施能够稳健与顺利 教育部在107年相关计划及预算中 接引拟定相关配套措施 完善各项法规配套 全面盘整及检视现行相关法规 新增及修订多项法规 必学校居以规划新课纲课程 第四部分 与一般科目关联为何 在一般科目之开设 在社会领域 自然科学领域 各校可依群科属性 一体融入 学生生涯发展 学校发展特色 师资调配等弹性开设 学生至少修行二科目以上 艺术领域自选二科目开设 因此 依照本群属性及本群专业知识 与一般科目连接关系 建议艺术领域开设 音乐与美术二科目 自然领域至少开设 物理与化学二科目 社会领域至少开设 历史与公民二科目 在自然科学领域 可以研尼化科同整形 石座型及探究型课程 以专题石座制作生殖柴油为例 可在化学及生物学习内容的主题中 设计石座型课程 可以帮助学生在制作生殖柴油时 能有更深入的发挥 在专业及实习科目的开设上 请各校注意 与一般科目学习内容的衔接性 例如 本群开设应用力学时 其学习内容需具备 作标系与函数图形 三角函数 向量 二次曲线 力的意义及其亮度 自由落体 牛顿运动定律 等学习内容之知识 请注意是否已休息过 数学及自然科学等相关学习内容 除了不定科目与一般科目连结外 在开设校定科目 亦可检视专业及实习科目 与一般科目之衔接性 举例说明 以本群汽车科校定科目 汽车电子学为例 在开设此科目时 需检视其学习内容 与数学及自然科学等 学习内容之衔接性 是否已休息过所需的知识内容 感谢各位老师的聆听